我们比较的重点 我们来比较节间的长度 这个是从下边的地里边 有枝条 这个叶片大小 我们现在比较的是节间的长度 如果你的树式长得比较旺的话 这个节间会拉得比较长 这个节会拉得比较长 相对来说这个节比较短 代表什么它不旺长 这个是从你这个地里边摆的 这个是从下边地摆的 如果节间拉得长代表什么呢 这个叶片就跟果实增强养分 它去长叶子 所以这个节间拉太长 是不是很好的现象 这个你相对的说 它节间没那么长 你看这个两个节还比较短 因为要吃放了核式 对你看它这个节间 两个就对比就很明显 看不熟了 这个那么长 这个两个节那么长 这个两个节那么短 就是这个养分 不会说被叶片给抢走了 这个是你可以做一个观察点 在这边 对 所以你的果核里的话 养分都留在果实 不会去长叶子 你看这个叶片那么多 但是它的挂果量 肯定没有你这棵树来得多 尤其这个更明显 这个节间拉得更长 你修了手往后点 这个 你看这个扎剪 你看 你看 你看这是用过大力玩的 对 对 这个扎剪就差太多了 嗯